世界杯亚洲区资格赛中华南蓝队今天面对B组战机第一的澳洲队 展现永不放弃的拼战精神 但最终仍不敌人高马大的澳洲队以68比88落败 无缘二连胜 本战中华队共有三人得分达双位数 陈寅俊拿下全场最佳22分 戴维斯演出18分 11篮板无火锅 胡龙帽则有15分贡献 中华队落败后以一胜三败的战机 战居B组第三 只领先三场全败垫底的日本 而澳洲则以四场全胜之资位居第一